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只要一说到首相,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三大主线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首相学上,这三条主线确实是可以反映出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 比如人的财运、赚钱能力、人际关系、感情好坏等等 可是除了这三条主线所反映的信息以外 还有手的大小、形状和其他一些特殊纹路,也同样代表着很多的含义 就好比大佬今天要为大家讲的三种眼睛纹 虽然都是眼睛纹,命运却各不相同 有两种暴富,还有一种却是暴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接下来大佬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三种纹路 一、拇指、眼睛纹、夫子眼、凤眼纹 凤眼纹位于大拇指的中间指节纹上 由两条闭合的线纹构成 形成像单凤眼一样的图案 凤眼纹的形状越像眼睛,越有福气 长有凤眼纹的人乐于奉献,大爱无私 拥有和谐恩爱的婚姻感情生活 是一个好老婆,好老公 要是右手拇指有夫子眼,食指有三约纹 则是大吉之相,富贵无边之人 这位女婿的首相夫子眼清晰,手上多吉利符号 也是很难得的吉祥如意首相 厚富无穷,于是不吃苦 二、拇指眼睛纹、佛眼纹 有人常常会混淆这两种拇指的眼睛纹 以为是同一种,其实不然 佛眼纹位于大拇指第二节 手掌虎口之上 成一个眼睛纹或者几个眼状纹 首相此纹表示此人极为聪明 有相当高的智慧 因此,佛眼纹能够反映一个人的学识和才华 往往名誉清高,美名远扬 属于才华先有,后得富贵之人 三、生命献上眼睛纹 往往属于运势极其缺乏之人 今生注定要事业无事业 要富运无富运 要健康无健康 倒霉一辈子 老来还没有子女福气可想 属于一生都大穷大贱的命格 手指中间漏财 一点点钱财也守不住 更加贫穷 智慧线短值 说明性格值 不懂察言观色 也是比较愚笨 注定没有工作运 感情线博杂 婚姻争吵不断 感情很差 心情低落 除了上面这三种眼睛纹 我们手上还有对很特殊的纹路 通过这些特殊纹路 也能了解一些命运信息 接下来大佬总结了几种比较罕见的 给大家介绍一些 不妨参考了解 一、美露纹 在手掌中有不少三角形的手纹 而且都是偏斜成横纹状的三角纹 这些倾斜的形状接近于三角形的手纹 就是美露纹 如果出现在手掌中的对宫 坤宫或梗宫等区域 纹路清晰深刻 象征着吉祥与富贵 掌中生有美露纹的人通常家境优越 一生物质生活富足 衣食无忧 福泽深厚 很多方面都不需要自己操太多的心 所到之处自有人带为上宾 过得舒适自在 有一定的学习机会 见解非凡 长大能够带有作为 飞黄腾达 如果这种手纹 刚好和其他手相特征相配 今生的成就会远远超越父辈 也是光宗耀祖了 而且有这种掌门的人 一生贵人运很好 一生很容易遇到贵人帮助 而且多数是异性贵人 也就是说 命主很容易因为自己的爱人 而获得好运 从而增加自己的财富收入 二 金花印纹 手掌中有两个米字纹并排而立 是为金花印纹 一左一右或斜斜相对的 不算作此文 有时说 文带金花印立身 此生富贵不优贫 男儿指日封侯相 女子他年国内人 拥有金花印纹的人 具有富贵发达的潜能 尤其是想社会名气 受人尊敬 女子一主嫁入豪门或嫁夫有贵气 金花印纹是一种十分少见的吉祥手文 这种手文不仅十分漂亮 还寓意无比吉祥 代表人的贵气 在古代 若是男人拥有必然可以做大官 一灯龙门 身价百倍 成为高人一等的贵人 上等人 若是出现在女子的手中 必然可以嫁入侯门 飞上枝头当凤凰 成为金光闪耀的贵妇 在如今男女平等的时代 这种首相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就自己的事业 掌中有金花朵般的纹理 男人有此文可当大官 女人生此文可成贵妇 三 千金纹 千金纹的特征是 在手掌中有玉柱纹 事业线 有手掌根部向上延伸 超过了智慧线 但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 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签字 生有此掌文的人家境富裕 同时还乐善好诗 是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首相 要想知道 人一生有多少富贵荣华可享 就要看此文 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 衣食无忧 生活殷实 一生享尽荣华富贵 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文 必能早年就发达 前程似锦 家中裁员滚滚 富甲一方 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 文欲千金直上家 设使少年人得此 前程富贵有人夸 需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 否则必冲毁前程 这种人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 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 前途不可估量 一生衣食无忧 生活殷实 财运不断 甚至有可能成为富可敌国的人 但是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脾气不好 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 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 未来财运会更旺盛 四三奇纹 三奇纹是一种非常吉利的掌纹 通常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太阳线从中间开始分成的三条向上的线 男性主其人在事业上有多种愿望 可多方面发展事业 并在各种事业上均有所成 女性主干练持家 夫旺新家 如太阳线之支线漏缝者 男性主先成后半 女性主到老孤独 另一种是事业线 太阳线以及财运线 或者是健康线 集结在一起而成的 如果掌中有此文献 其人会名利双收 具有事业潜能 很是了得 绝非凡品 其人的成功与著作 社交或口才有关 如作家 律师 教授等 三奇纹的三奇 究竟指的是哪三奇 民间传闻 一奇为金玉良缘 婚姻和谐美满 二奇为能遇到知己贵人 纵使危难当头 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 成功转运 三奇便是横财加深 富贵吉祥 三奇文明显的人 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 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 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 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 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 此生要关有关 求财得财 有三奇文的男人 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名 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 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 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 他们敢于承担责任 经得起大风大浪 在大势大飞面前 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 最终会因努力不懈 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 五宝韵文 凡是在掌中有一个螺旋文 如月韵一样 就是宝韵文 月为因主钱 故此文主经营得财 其财富就像水中连衣一样 一圈又一圈 一波又一波 宝韵文是一种比较少见的特殊掌文 掌中生有宝韵文的人 往往能遇难成祥 逢凶化吉 家运亨通 不是封侯败相的大贵之相 就是钱财不愁的大富之相 如果宝韵文像铜钱形状 则家中有石有才 通常掌中生有宝韵文的男人 做大官的可能性很大 升官发财比较容易 并且中年时钱财也不愁 能够富贵双全 让终生有宝韵文的人 有机会在各自从事的领域 有所建筑 所以这类人往往在商界大有成就 优秀的直觉与判断力 会令其很富有 但是不要忘了 大成功也往往伴随着大起伏 一切都是辩证的 如果宝韵文位于拇指根部的阵宫 阵为雷 于是其人多为大贵之人 亦会有大灾相随 一生运势波澜壮阔 宝韵文因为利于事业 所以女人拥有宝韵文 往往不以极论 会很不利婚姻 多有三分不止的倾向 尤其如果宝韵文正好落在首掌的前拱 则有不利家中男主人的倾向 当然首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 一些吉祥掌文的出现 虽然是有好运的征兆 但还是要看整体首相 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 而且无论是做什么事情 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 好的首相面向 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 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终究靠自己打拼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